金融時報說 澤倫斯基因為俄軍突破了烏東防線 面臨很嚴重的批評 然後最近你們可以看到 這烏軍F-16墜毀 疑似遭了自家愛國者的誤擊 澤倫斯基也解職了空軍的司令等等 但也提到說跟這件事情沒有相關 然後呢 澤倫斯基還說 我們9月的時候就要遞交勝利計畫 給三位 包括拜登總統賀錦麗 以及川普 然後還說對於結束衝突 我有計畫等等 但是呢 奧地利的聯防軍的前參謀說 烏克蘭現在庫爾斯克 已經攻勢減弱 俄軍的空襲卻是增加了 白俄羅斯還在集結部隊 然後他的烏克蘭能源也陷入匱乏 好 最近有可以看到 普丁總統也反擊了嘛 也說星期一的這件反擊只是開始而已 相反的呢 剛剛大使也提到了 烏克蘭就希望怎麼樣呢 希望能夠放寬武器 去打俄羅斯嘛 然後呢 其實 歐盟這邊有說 其實討論原屋的這個武器 其實目前還沒有一個共識 但是呢 拉夫羅夫說了 你是在玩火 這會是第三次大戰 而且不是只局限在歐洲 先從拉夫羅夫談起好了 拉夫羅夫的這個警告 你要看他是政治訛詐 還是說他真的會發生 其實這個會影響到歐洲跟美國人未來的命運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定他是訛詐 威言聳聽啦 還是說他真的會幹 為什麼 因為他這麼說的 他說如果你北約國家 就當然指的就美國跟歐洲的其他國家 如果你北約國家提供武器 或者是說放寬烏克蘭可以使用他所做的圓形麵包的這種 長程的火箭跟無人機 因為烏克蘭的軍工能力不低喔 其實是蠻強大的 你看我們的這種通用型的大的直升機 當初中國大陸想買下來的 那個也是烏克蘭做的 他是大型的 通用無人機 瓦良哥號 還有歐洲野牛 還有導彈 當時的俄國的這個核彈 其實都是在烏克蘭的烏東地區生產 所以他的空軍火箭 還有他的直升機 還有他的船舶 他的造船能力事實上是很強 所以他累積了相當大的工程師隊伍 這些隊伍有一部分人到中國大陸去 貢獻中國大陸的後來的這個發動機 還有這些其他的 好 那另外有一部分的人 他們事實上還在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發展出來的那個 估計大概有700公里的射程 而且是屬於 應該是屬於自殺式的無人機 本身就是一個炸彈 可是他可以飛得很低 可是可以飛得很快 然後他可以去炸大型的油庫 那個輸管線管等等的 這個對俄羅斯的經濟一定會造成重創 如果是的話 我想澤林斯基所謂的勝利計劃 他裡面有提到要摧毀 俄羅斯的經濟發展 我想主要的就是要使俄羅斯 本身的賣以生存的這個天然氣 還有石油的基礎設施受到重大的衝擊 我想大概他的想法 但是這個是玉石俱粉的一種手法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他就不排除他會動用核武了 因為他如果避免他的本土的基礎設施受到大的攻擊 他就不排除使用核武 所以拉夫羅夫就直接講了 我的核武使用原則已經改變了 已經調整了 那也就是他敢受到威脅 敢受不是實際上 他敢受到威脅 他會在第一時間使用戰術跟戰略性核武 而且他說戰場不會只在歐洲 那一指的就是 你美國也有可能是戰場 加拿大或是你日本 只要參與這場戰爭的 都會是戰場 他就是有意要把戰爭外溢了 那你信還是不信 英國的防長是說不信 所以要美國繼續打 但是因為英國是小咖 因為他知道 還有上面的 還有人在頂著天 那就是美國 那美國人就說我要再思考一下 所以美國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同意 哲連斯基可以無限制的 使用他的武器 這是第一點 那要看觀眾朋友 你們看看美國最後的決定 拜登會不會影響 整個美國人跟歐洲人的未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 但是也可能 這個拉夫羅夫確實是兒章 因為哲倫斯基說 普丁很熱愛生活啦 對不會去丟核彈 他不會丟核彈啦 所以他是政治兒章 核彈兒章 所以他不會丟 但是這是哲倫斯基喔 可是他哲倫斯基現在是 已經是慘了 我用講兩個字啦 就慘了為什麼 他當時剛剛文吉講的 他往北邊打 他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政治目的 就是說給拜登 給美國 給北約國家說我還能打 我能夠打到俄羅斯的本土 再繼續支持我 這第一個政治目的 但目前來講沒有達到嘛 對啊 因為德國也說我今年 不會再給你錢了 是 博蘭說我現在已經 沒有能力再提供了 法國人到現在就一張嘴 法國人到現在 換一下也沒進去喔 所以法國人說 我們願意提供給你 可是沒有一個武器進去 然後美國現在也困難了 因為拜登已經要下台了 所以他在國會間要推 這個援助法案 可能難度很大了 好 所以短時間內 他拿不到任何援助 這就是烏克蘭目前的 最艱難的處境 所以他的政治目標沒有達成 第二個就是軍事目標 軍事目標本來是想牽制 對 看俄國會不會像上次一樣 為了救這個盧干斯克 把他從哈爾科夫的軍隊抽毀 造成哈爾科夫的再度的 被烏克蘭奪回去 那他本來想再玩一次遊戲 可是普丁看得很清楚 紅軍村才是戰略要點 對啊 紅軍村拿下來 庫斯克的後勤補級線 因為他是鐵路直接運到北邊去 就被切斷了 對於普丁來說不為手動 而且他馬上就觀察 你這一支軍隊只有三個旅 三個旅你能打多深 你打得越深你的後勤補級就越長 後勤補級越長 從後面切斷的機率就越高 而且你會越脆弱 所以很明顯的普丁在這一次 他也看了庫斯克沒有重要的戰略要地 雖然有一個核能電廠 可是你不敢炸 因為他馬上要求 聯合國的原子委員會的主任 馬上要到 他們就去了 去了以後 責任司機確實就不敢炸了 一旦不敢炸的情形下 那在這整個區域 你拿下來有什麼意義呢 廣片的農村 農民的聚落幾百戶一個小聚落 幾百戶一個 你即使拿下八十幾個小聚落 又能夠怎麼樣呢 人也都撤了 他也不是一個大型的 重要的戰略城市 也不是重要的戰略基地 好 那所以俄軍沒有被吸引過來 那現在的情況是 他的這一支軍隊 有聲戰力一直被見面 他越打越弱 現在的情況是退也退不回來 被困在那個地方 另外最後一個 您提到的F16 這個其實影響的大 觀眾朋友他是副旅長 是王牌的飛行員 他是很有名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一出戰 就被自己人打下來 目前一直在研究這個原因 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烏克蘭本身的防控部隊 他們的操作辨識能力 是不是有問題 第二個他們更加的懷疑 是這一位飛行員 本身因為不熟悉這款戰機 所以在識別器這個部分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第三個他們認為 會不會是俄羅斯干擾 現在還不確定 可是問題就在於 是被自己打下來已經證實了 而這位飛行員的犧牲罹難 他造成了其他的飛機 到底飛還是不飛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F16戰機的飛行員 沒有辦法急救張 這麼短的時間內訓練出來的 即使他是 烏克蘭的王牌飛行員 可是他去銜接 這一款F16戰機的時候 他在操作上 在快速機動的時候 就是會發生錯誤 那這個以其他的雜牌軍 更爛的這些飛行員 怎麼去飛這麼昂貴的飛機 怎麼飛 而普丁他也反擊了 而且說反擊只是開始而已 另外呢 可是重點其實是 紅軍村這個地方 因為他烏冬的後勤補給 很重要就是紅軍村 8月28號的時候呢 距離紅軍村只剩下8公里 其實還沒有更新數據 也許更近了對不對 所以責任志祺說 情況真的很為難 俄軍還說拿了烏冬的三個村莊 頓內茨克 盧甘茨克 跟哈爾科夫有三個村莊 又再被拿下來 然後呢 烏冬總司令說真的 的確要把俄軍引開來的計畫 失敗了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會不會丟核彈呢 結果責任志祺竟然說 普丁很熱愛生活 不會丟核彈 你這樣子這麼天真嗎 另外但是川普也說了 俄軍啊 可能真的有可能會有三次大戰 因為烏军攻入了俄軍的本土 所以可能三戰會來了 佩斯科夫說 這種違言聳聽的說法 可能可以理解 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 普丁是非常謹慎的 在討論他自己的戰略選擇 因為他一開頭的時候 先說這個是恐怖攻擊 他沒有把它定義為 烏克蘭對俄國的土地的 戰爭行為 他沒有定義為戰爭 他說是他定義成恐攻 那這個定義呢 就會在我們所謂的 接戰準則啦 戰爭法律中間 這是很重要的 就沒有戰俘的問題 對 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定義 那麼同時 按照現在所披露出來的 當然因為這一個 俄國戰爭中間的假消息 非常多 可是按照所披露出來 相當有把握的是說 澤林斯基派了他的國防部長 跟總統辦公室的主任 到白宮去 那你可以想像到 他們到白宮去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 第一個是 debrief美國 說我的準備的行動 那麼我的目標是什麼 那他希望得到的結果呢 當然是美國的承諾 或者是不管是 軍事武器的承諾 或者是實質加入的承諾 或者是外交政策的承諾 這三種承諾呢 當然是他去尋求的理由 那麼可是到後來 你會發現 美國是按兵不動的 所以說他沒有得到 他們所想要的承諾 所以無論是美國的 遊遺遺憾 他不介入的這個立場 我覺得台灣也要仔細的看 然後仔細的去想 因為我們多次 從美方的所謂的兵推 或者是戰略學家 都來告訴我們說 除非美國受攻擊 否則他們不會對 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的 另外一方出兵 除非美國受攻擊 那我們現在不是在 烏克蘭上面看到 美國的態度也是一樣嘛 就是除非美國受攻擊 他不會介入這個戰爭 那所以在這個第一時間呢 烏克蘭所想要得到的 美國承諾的三點是沒有的 那他想要進行的這些東西 若是沒有這三點 他就會落入一個 無以為繼的窘況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戰略上 當你把他後方把他圍堵起來以後呢 事實上下一步 普丁做的就是直接去蘇梅州嘛 對 他去蘇梅州把他的補給線 把他的後方的集群呢 全部都把他切斷 所以說他把他留在一個袋子裡面 這個袋子裡面呢 是按照剛才賴老師也講過 我也講過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地廣人稀的一個地方 大概整個州呢 就是100多萬的人口 40萬在城市裡面 其他那麼廣貌的地方就是 60多萬的人口 也撤走了十幾萬 所以說這個情況之下呢 無論是在能源啦 就是說他的戰車如果沒有油 就動不了嘛 就是能源供給 武器供給跟資訊聯絡呢 都會產生一些斷裂 同時你也可以看到兩邊 開始運用了一些非對稱作戰的工具 初期烏克蘭是有所掌握的 無論是攻擊俄羅斯的 折莫斯科或其他的地方 但是當普丁開始用非對稱的武器 跟傳統武器 兩個雙管齊下的回打的時候呢 其實是烏克蘭的損傷更為慘重的 所以無論是他的能源系統 甚至有可能的水壩或是供水系統呢 都是在這個回擊上面 他用了新的非對稱的 像無人的系統 也用他傳統的大型的導彈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了此時此刻 烏克蘭想要得到的戰略上面 尤其是需要美國去支持的部分 援軍是遲遲未來 那周邊的援軍呢 也都沒有加入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就是在一個無以為繼的狀況 非常的危險 也因此我們對於烏克蘭不論是說 被拍到前線的那些士兵 你看到他們一開頭進入了 他們的戰地的時候那種 開心的快樂的臉那些照片 那我就今天就是想說 他們如今安在 他們被他們的領袖 拆到了一個後繼無力 然後可能後繼無緣的 一個狀態的時候 這些年輕而且充滿希望的臉 他們會不會就是可憐無定河邊谷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呢 不要這樣子 誰呢 發生her 你呢 風雙